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原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宋华 感谢神的恩典 又到了我们 透过良友所自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呢 我们来查考圣经人物 今天呢 我们要查的人物是 雅哈水乳王 我们之前有查过雅哈王 这个雅哈王跟雅哈水乳王 是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 完全不同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的要介绍的 这个雅哈水乳王用的经文呢 用的是 以斯铁记六章一到十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透过这段经文 对雅哈水乳王 有一些人格上面的一个认知 好比说他睡不着了 找太监来帮他读历史书 那发现啊 有一个人曾经救过他 但他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赏识 所以想到了就立刻去做 另外我们透过 以斯铁记的记载呢 对雅哈水乳王有更多的认知 好比说在第一章呢 他宴请众多的宾客的时候 他要求他的王后瓦什提出来 那瓦什提不答应 好了 这下子他就把他给废了 那隔没多久又开始后悔了 这是一个特质 还有呢 就是他常常听他的一些 大臣的一些建议 而不太考虑后果的 以至于呢 奸相 奸的宰相 这个哈曼 他要求说要把这个民族 一个犹大族啊 整个灭掉 犹太人把他灭了 他也答应了 所以种种的迹象看出来 他是一个 很反复无常 甚至刚愎致用的 而且有点暴力的 这样一个君王 更糟糕的是 他常常在处理件事情当中 他并没有按照 所谓的神的意识 但是很奇妙的 在以斯帖记里面 也没有讲到 耶和华神的名字 但看到神就一路在使用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君王 而亚哈水鲁呢 他并不是他的名字 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称号 就像埃及 法老王 叫法老 那不是他的名字 他真正的名字叫做塞兰师 这个君王 这个君王带来了 是让以色列人 在贝鲁的当中 得到了神特别的祝福的一段记载 好 那我们先就对这个亚哈水鲁王的一些背景呢 做一些认知 也看到了他对于莫迪改的一个特别的礼遇 那就这个人物当中呢 我们看到他的个性有点反反复复 那两位同工 就这一段的我们的观察一些解释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觉得亚哈水鲁王真的是一个 做事很豪迈的人 很直接很快就会下决定的人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危险的 就像哈曼要来跟他建议说 要把犹大人全部都杀掉的时候 他也没有问个清楚 他就很放心的让他 让哈曼去做 那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 做事情还是谨慎一点 三思而后行比较好 是不要像他那么随性 对啊 所以他是负面教材 好来宋华 我就觉得就是 你会看到在里面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影响到别人 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 正面影响别人的人 对了 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啊 家人呢 甚至我现在结婚了 我怎么样去帮助我的先生 是去走上帝要走的正路 就等于我们看到 上一次我们所查的雅哈王 他身边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太太 所以他做了很多恶的事 上帝看为恶的事 可是现在呢 雅哈水乳王 他所做的 他就会听他太太的话 然后以斯帖是一个很 很虔诚的 很虔诚的 所以他所做的就是合神心意的 对啊 所以我就会提醒自己说 我要影响人合神心意的时候 我要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是 而且因为你是做妻子的 所以看到这个做王后的都很重要 对 所以娶到好太太也是很重要 是是是 一个王之所以啊 是好王或坏王 常常也受家里面的影响 对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的分享跟交流 节目进行在这 就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丽心 我是树华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